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的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感到 谁配上谁就还配 大你也嘿 二你也嘿 二你也嘿 想你也嘿 想你也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家快乐的Family Family 回来了 哎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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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音乐 起 那个 二位姐夫 好 我这造型怎么样 嘿 你还别说啊 年轻啊 穿啥都好 这叫天生丽质 小土豆子会说话 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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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你了哈 来来来 你代替导演 来来来 来 来 音乐 哎呀 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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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啊 确实香 你这喷了多少香水啊 用米管的 不是 大姐夫 赶你去家了 等着啊 赶我了啊 来吧 大米准备好没有 牛子 在身上 来来来 音乐停 音乐停 怎么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大姐呀 你这是大白菜帮子成精了 你是被降落伞乱家了是咋的 你懂啥 这样显着我妖西 是 大姐 那不是我说 你穿因为一点品位都没有 你说你哪有穿这样的长裙 还是穿个群衬的 就是 你是去走公卡 那你还是丢人现眼 小妮 你瞎说啥呀 我妈在我心中最好看 就是 大姐吧 你说我大姐是最好看吗 你大姐在我心目中 就是最美的女人 好吧 一会儿 一会儿跳伞的时候 注意点安全 别说风凉话啊 我觉得大姐是最支持我工作的 最好看 二爷们说的有道理 对 最难看的就是赵刚的 二爷们说的没有道理 我爸爸在我心中最帅了 最帅了最帅了 最帅了 我跟你说 咱们全家都挺好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咱爸咱妈 对对对对 好不好 来热烈的掌声 激情的音乐 有请我爸我妈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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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 哪好啊 爸妈 咱们是往红毯上走 不是让你俩离家出走 你穿就穿 爸妈呀 我觉得二米说的有道理 你俩穿的稍微有点素了 对吧 你看你俩这一黑一白的不好看 对 大姑娘 我知道今天这个场面是盛装出行 不过我和你爸岁是大了 你说你们年轻人吧 穿啥啥好看 再说了俺老两口子也没那份心思了 听你妈瞎白了 他说话就是嘴不对心 我告诉你师父 昨天呢 他听说要走红帝塔那消息 把他兴奋坏了 是吧 回家这些一宿啊 翻墙倒棍的 把他认为那好看的衣服全拿出来了 掏上一件 崩开线了 又掏一件 崩开线了 最后终于找到一件没崩开线的 那就穿这个呗 把拉锁头好下来了 嗨 哎呀 你可别埋对了我了 人家我是给我大姑娘找件漂亮衣服 哎呀 你就说你找不着合适的穿了就得了 你看你一整的把我拐的 这档次都下去了 哎呀 这你这个老婆 大姐夫 我早就想到了 行动 来吧来 把我准备的衣服拿出来 来 哎呀我早就准备好了 来呀 来妈 你穿那个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 来来来 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 哎呀 这才叫衣服呢 你看 哎呀妈呀 这腾红腾红的衣服 我可穿不出去 妈 你看这红色多正啊 趁您脸色显白显年轻 对妈多高雅呀 这多漂亮啊 妈我跟你说啊 主要是心理的障碍 对 年龄大不是个问题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老要张黄少要吻 对对对 不行不行 这衣服真穿不出去 我可不能穿 哎呀妈 哎呀 我跟你说这 这衣服可是国产名牌 嗯 你要不穿不白瞎了 不是 老伴啊 咱们得自信 总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朵鲜花 哎 你别老把你自己当痴黄 我可没你的后脸皮 妈你说你咋这样呢 钱人发 哎 咋办 白买了吧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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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挨上了呢 这不是连我挨吗 咱家里只要一出现困难你 哎 肯定就是你解决 啊 哎 哎 你挨完你行啊 当然行了 今晚来你们你看着 我有办法 妈呀 你看这衣裳啊 我给你买一袋 2000多块钱的 你说你要不穿 当小辈的也不能强迫你 是吧 那行了 扔了它吧 对 拿回来 哎呀妈呀 这么贵啊 2000多块钱哪 你看看舍不得了吧 对 那我也不穿 你愿意扔 扔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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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 哎 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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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爸 爸 我觉得你们穿上这一身啊挺好看的 啊 没啥问题 另外咱们范米粒啊是一个整体 对吧 所以风格一定要统一 对 对 我决定啊 咱们这次出席啊 咱们服装全部换了 嗯 就以妈这个服装的风格 为基准 哎 这多好啊 行不行吗 行 什么什么行 什么主意 什么主意 也吵吵 行不行 行 行动 爸 这事就靠你吧 哎呀我说老头子 还是我大姑娘 他就了解我的心 是哎 这回你就放心吧 啊 要求全场都照你这样看清 对你看这多自然啊 哎 好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预备 哎呀 奏乐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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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停 停停停停停 哎呀我说孩子 哈哈哈哈 这是啥意思啊 这无意思就是为了跟你配套 妈 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情况 你听我跟你说 妈 你看 我们这不是为了体现劳动的美吗 跟您在一起这不是配上了吗 因为您这穿的衣服 就是平时做饭的时候穿的衣服 我这上班的衣服我也就穿上了 你们这不是比你妈妈的吗 哎呀 你就别装了行不行啊 我敢说你现在心里 巴不得的穿上那条红裙子 对不 就表面故意拿的样就要这股劲 你跟谁较劲呢 你非得让孩子们跪下求你啊 不是 妈 你就换上吧 我不穿 我不穿 把他整后边的给他套上 哎呀 孩子们 套上 哎呀 孩子们 套上 哎呀 孩子们 套上那 爸 你又穿上 来来来来 我穿 我穿 我不能跟上 你穿上 穿上 哎呀 你看 哎呀 你穿上就好看 哎呀 你穿上就好看 谢谢啊 哎 你别说啊 爸 你还真是了解我妈 哎 就得这么干 我跟你说 师父 哎 我发现了 真正了解你妈的还是你 小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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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开家庭会议呢 啊 你出去 那个 二伯父 二伯父 今天晚上你们公司不办活动吗 啊 以家庭为单位走红毯 对 我是总导演 那个 我行事 小米烈一个人走多没意思啊 啊 我来跟他配个队 哦 那个 为了能够和小米烈配队成功 啊 我送你总导演一桶富红大道友 哎呀 哎呀 大姐吧 啊 看这个呀 给总导演送礼来啦 哈哈 行了 你不搁这儿 你回去吧 好嘞 哎 把油还我 你来晚了 人家田笨们早就报名了 人家田笨们跟小米烈是一对 二伯父 咋这 你放心 啊 田笨们头半夜指定是来不了了 为啥 我把人家水管的全摆坏了 刚给他打完电话 他在人家呀 修水管的呢 哈哈哈哈 哎 哎 你这小子 啊 你怎么这么损呢你啊 你说你这样人多了 还不得把我们物业累死啊 大伯父 你看你 我又没让你去 你还让我去 你去一边子去 你 你这眼你还激烈 半爷爷 去一边子去 二伯父 大伯父 啊 半爷爷 我跟你们说点事啊 好 说个有意思的事啊 啊 刚才我一出门 啊 碰见咱后楼那老乔太太了 啊 乔阿姨 穿一身红裙子 啊 哎 我的妈呀 那大色是穿红裙子 啊 像那种西红柿堆里边 爬出来的似的 哈哈哈哈 哎 我的妈呀 哎呀 哎 你妈 你干啥啊 咋的了 妈 你没听她说嘛 像从烂柿堆爬出来这事的 我不想 下班 你别想都想 小劲儿 你来干啥来了你啊 都好不容易 去妈把这条裙子穿上了 你你张嘴 个星星 多是星 我把你打成烂柿子 不是 这是 阿姨 你过来 你啊啥啊 你往回看 你范奶奶 穿上这红裙子 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 什么玩意儿 好看好看 好看 你过那边穿 我告诉你 你再说点别的 我就削掉你的大牙 你信不信 王阿姨 你过来 你刚才在后楼 看见那乔阿姨 你什么感觉当时 感觉特别美丽 王阿姨 过来 瞧阿姨穿上那身红裙子 你爷爷看见以后 什么感觉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妈 你听见没有 说明家穿着好看 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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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现在别乱 现在不要乱 王阿仙 你 这小子 想想办法 对了 现在必须得想招 对对对 这么招 明白吗 这个主意好 还行 那个 是这样的 咱们楼后边那个 老乔阿姨啊 那个气质 能跟咱妈比吗 比不了 哎呀 老乔阿姨凭什么 穿红裙子 有咱妈的风采吗 没有 我跟你说 其实你妈穿上 比她漂亮多了 她现在就是轻虚了 没有气质了 在老乔菜的面前 不敢亮剑了 此话差一点 我妈那小当年也是剧团的角啊 对对的 那就是 陶太太咱们可能跟咱妈比 对 咱妈什么条件的 咱妈的个头 都 咱妈的形象 都 咱妈的东西 绑长 现在最重要的啊 是咱妈呀 有点怕乔阿姨了 是吧 她不敢跟乔阿姨比了 对不对 对对 那这下完了 那你说以后啊 咱妈要再见的老乔太太 那是不是就得绕她走了 哎呀 哎呀 完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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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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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呆呆呆呆呆呆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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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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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本老太太决定从今天起 我就穿这身来 和那老乔太太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现在条件好了 儿女们都孝顺我 我愿意咋美就咋美 我爱咋浪就咋浪 我想咋得瑟就咋得瑟 谁也管不咋 哎呦 哎呦啊 已经算是活明白了 妈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呀 心里边想的就是希望你们啊 能够年轻能够健康 好 哎哎走红地毯的时间可快到了啊 哎呀妈 您老人家下命令吧 好孩子们 平气凶打起十二分精神 全家出去 得瑟 哎呦 哎呦 不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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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撒是不是 好 不撒我不起来了 你让他起来我看一看来起来起来 不是你等会大秦子你懂不懂得打架的规矩啊啊 我都躺下了就不能再打了你怎么还揍呢 人家一般躺下都扶着呢 你的水性就不扶就扶扶啊 我不扶啊 扶吧 我不扶 你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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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扶了我扶了 你扶吧 扶了 扶了 住手 干什么你啊 你小乙父爷爷他欺负我啊 谁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不是 他先动的手我打不过他 喂 大美啊 啊 我晚上过去啊 哎是你先动的手 你等着呢啊 你等着呢啊 你等着呢 你等着呢 我等着 死仇不报 我不是男人 怎么回事啊 他养狗 养狗你就打架 他家狗吓我小米粒 我不得替小米粒报仇吗 小乙父爷爷 你帮我行不行 你帮我揍他 你还帮你揍他呢 你不帮我是不是 好啊 你不帮我 这次我也得报 你怎么报 我想想啊 对了我想好了 等天黑之后 你不帮我 我拿个大棒子 我参加楼栋子里边 等他一进去 我给他绊倒 起来我放个大石头 让他磕石头上 那你准备把它磕成啥样啊 磕地的生活不能自理 行 你这个方法 小乙父爷爷支持你 好 我求棒子去 你回来 坐下 坐下 我给你算笔账啊 你这么一磕他 他是不是没准啊 整不好 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对不 对啊 有可能就没了 不怕 我姐气了 你这就被抓起来了 判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那我也不怕 为了消灵力 我啥也不怕 可以 你不怕 你爷爷呢 你爷爷就把自己的房子搭出去了 得陪人家 孙子也没了 你爷爷是不是得空 那也太惨了 是不是 那我震的 我不让他磕石头上了 哎 我有办法了 我呢 我 我 我扫他 我把他腿扫蛇 这行吧 那也不行啊 那最少也得判你三年呢 我不怕 我才气了 是 你爷爷呢 你爷爷是不是又饿了 完了就受我 受我 你判几年 三年呢 对 你爷爷饿三年 完了以后瘦的呀 就剩一个猪肝 上面插个李子 咋还小了呢 饿的呀 我爷爷 我对不起我爷爷了 你对不起你爷爷 你是不是喜欢小米粒 对呀 完了 小米粒咋的了 嫁给别人了 正好嫁给甜笨们 我爷爷 小米粒 我是不是太惨了 惨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失去自由 铁门啊 铁床 铁锁链 我太惨了 我失去自由 铁门 铁窗 小乙骨爷爷 这仇我还抱不抱了 想复仇是吧 想 复仇的最高境界 就是宽容 宽容 你只要宽容他 你就算赢他了 明白吗 明白了 不相信你现在打个电话 给大秦子 你说对不起 你看他怎么办 大秦子 你来的正好 我正要报复你呢 你别报复我 你 不是我是说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对 咱们才勾尔了 找宽容啊 行行行行 我这掐死 你用什么掐死 你要干啥 要掐死他 掐死他 你也活不成了 我是目击者 我不得报警啊 警察一来 把你逮进去 完了 你住几居室 两居室 全赔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你把人孙子掐死了 你爱大美是不 大美跟着房子 一块儿嫁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因为他爷爷是隔壁老王啊 那不行 不能嫁给隔壁老王 那行 那不嫁给他爷爷 嫁给 他 小倩 小倩不是让我掐死了吗 后来就活了 成个植物人 大美就跟他相亲相爱 哎呀天天 你难不难受 那不行 哎不对 这怎么都你说了算在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你说了更不算 起来 他说了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咱们中国老百姓都要听他的 是 是都听他的 哎你干啥的你是 你给我起来 我干啥的 我干啥的 法制宣传员 我干啥的 哎呀不行 我心里堵得好 我难受 我 我要报复他我 你想报复吗 还是那句话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你俩 走到跟前 互相拉住对方的手 说一句对不起 来 来呀 说不出来 别开玩笑 快点点 哎呦我也说不出来呀 我走啊 别走 别走 别走啊 对不起啊 大秦哥 大秦哥 是我先对不起你的 你别怪我啊 是我小气了 抱歉啊 哎呀倩儿 你看弄得我多不好意思啊 是我对不起你 你看那街园领域住着啊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说有点事 我就老怼你啊 怼你啊 那对不起啊 你怼我倒不怕 你家那狗啊 太吓人了 是啊 挺好的邻居 你说英文和狗 你说弄得咱俩都不好了 是 我回忆把它拴起来啊 哎呦 哎 诸少 这又打起来了 快松开松开 哎哎哎哎 这个手可不能松开 对对对 不能松 我们俩呀 在互相报复呢 报复呢 啊报复呢 你觉得报复最高境界是啥嘛 就是宽容嘛 哎呀小姨姆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让他俩和好的呀 你先说说 为啥他俩打起来吧 这么回事 我今天去公园啊 看见大秦子狗在那儿 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伸手想摸他 这时候大秦子在那边一喊 那狗就冲我叫 要咬我 然后我就吓哭了 哇小姨一看我要哭了 就说要替我报仇 完了 他俩就干起来了 哈哈哈哈 你呀 小姨姨啊 实在对不起啊 我下次出来一定把狗拴上啊 以后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 我好好训他 我坚决不让他咬你啊 不不不 不光不咬你 他所有人都不咬 狗是人类的朋友嘛 对啊 哎哎哎哎哎 我呀现在跟我这弟弟说好了 我让他把狗好好训去 你看现在训得可好了可烈了 都有性狗员了 当然了呀 在哪呢 弟弟啊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快点 给大伙表演一下 咱们大伙一块给他鼓鼓掌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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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 走 我让大家记住了 报复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Paradore 完成一次 钱涮芬 走 谁把孕儿放这儿他 多爱事呀 什么玩意乒乓的啊 哎 路电脑呢 我会进这 还真金贼了 你打我干什么 爸爸 你往桌子底下猫什么玩意儿啊 吓死我了 我看这沙发有点黄了 咋整个这 不是你们这个地中间 你放个凳子干啥呀 我自己跟人家看孩子 我害怕吗 我防贼的 我是怎样 不是 不是 你手里拿的啥呀 我买了二斤鸡翅 赶紧让你妈收拾收拾 完了 做那个可乐鸡翅 谢谢爸爸 您怎么知道我爱吃鸡翅啊 但是爸我不爱吃可乐鸡翅 我爱吃红烧 你要不咋红烧啊 必须可乐鸡翅 红烧 可乐 红烧 可乐 爸爸 您跟可乐 那跟你说了 我爱吃可乐鸡翅嘛 你黄阿姨爱吃 我 谁呀 怪不得呢 我发现我们家前日分啊 这点真随你 为什么 没事就给我整点小意外呀 小浪漫啥的呗 这里算说对了 你记住 包括你们都记住 凡是浓缩的男人都很浪漫 你就偏吧 没毛病 行 那爸我收拾收拾去 好好好 随便啊 哎呀 这屋收拾得不错啊 挺干净啊 哎呀 前春风这家行啊 很有文化呀 看这么多书啊 哎呀 真是挺好 成语接龙 成语接龙 啥玩意啊 亲爱的 你别生气了 过几天 我就去安山看你 我当着你的面 给你唱那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爱你永远 小钱 2012年9月18号 这肯定是我儿子 钱春风 跟那个二米谈恋爱的时候 给他写的情书 这扯不扯 你说当爸爸的 不应该看 爸 看啥呢 对不起二米啊 这个爸看了不该看的浪漫 你爸啥玩意不该看的浪漫呢 当年钱春风给你写的情书 你看我说啥呢 没事就给我长些小意外 小浪漫啥的 亲爱的 你别生气了 二米啊 什么表情啊 是幸福啊 是激动啊 是激眼 为什么激眼啊 爸你坐 我问你 我跟咱们家钱春风 什么时候结的婚 应该是2012年8月18号 对呀 这封信是9月18号 我跟钱春风 刚刚度完蜜月回来 那也可能是我儿子 想再给你制造一次浪漫 不可能 这写清楚的 过几天我上安山看你去 我哥家呆子 他上安山看谁去 那也有可能 这不是我儿子写的 这都小钱了 不是他是谁呀 爸呀 这钱春风我跟你说 就是吃着碗里的 还垫着锅里的 姓钱的 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哎哎哎哎 喂 二米 啊 我也姓钱 你 对不起爸爸 我太激动了 但是您看呢 这就是您儿子 这我俩刚解完婚 刚度完蜜月 他就垫着往外边跑 他就垫着别儿去了 爸 今儿别怪 我不给你面子 我必须耍鲤鱼 我踢死他 二米 干啥 二米 撒开我的缰绳 我必须勒住你 怎么的 怎么的 二米 消消气 消气啊 一定听爸的 消消气 这样 如果钱春风真有事 别说你驴 爸比你害驴 我用我这个老蹄子 把他踢到乌鲁木齐 爸 那你说咋办 控制 一定要控制点情绪 控制 好不好 我尽量控制爸 快快快 哎呀 亲爱的 亲爱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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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滚 滚 爸爸 我媳妇让我滚呢 爸爸 你围着我转圈默默的 没错 没错 我想用我这蹄子 把你踢到乌鲁木齐 你信不 不是 爸 你这种眼神看着我咋的了 我在看 眼前这位男人 还是我亲儿子吗 咋不是你亲儿子呢 眼睛还花了 你过来 哎 咋的了爸呀 我问你 啊 你跟二米的感情 现在还挺好的吧 你也看见了 莫名其妙老生气 为啥神气 找找原因呢 是不是你俩沟通的比较少了 这公司老忙了 哪有时间沟通啊 公司忙 是不是经常出门啊 今天还出差呢 是不是经常去安山呢 爸 你咋知道呢 哎呀 爸呀 正给你顾到呢 最近啊 我考察了一下安山 去了几趟 哎呀 我跟你说 投资环境不错 我准备在那开个分公司 你咋就安个家得了吧 我正有此意啊 不要脸 爸 你听见了吗 他都不背着我了 不是 你咋的了 你要不愿意去 你就在家陪着爸妈 你就巴不得我不去呢 二米 二米 听爸的 控着 控着啊 不是 这出啥事了这是 咋的了吧 二米刚才跟我说了 咋的了 你最近工作很忙 经常不着家 是 对他不在乎了 啊 他跟你耍点小阴性 懂不懂 哦哦哦 去 哄哄你媳妇 哎 啊 不用哄 去 他懒得了 那个 媳妇啊 哎呀 我不招家 不是也是在外边工作吗 也是为这个家 让咱们过好日子 你我懒得听你说话 他多懒啊 你说 他懒得听我说话 他不听你说话 啊 那你就给他唱首歌 用歌哄哄哄的 我哪会唱歌啊 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会一首歌还是你教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听见了吗 对上了吧 啊哈哈 对上了吧 爸爸 儿子 哎 勇敢地唱出来吧 算了吧 唱出来 不唱 唱 你要不唱 你要不唱我就削你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不变月亮代 要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嘟嘟 你把嘴给我上嘟一下 爸 你看见了吗 都上嘴了 你唱歌也不行 你说是咋 要你 来 二敏 这样 我发现了钱顺峰这小子肯定有问题 嗯 但是 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我觉得这样 咱们对他再次测试一下 把这件事情安在我身上 如果他支持就说明他变了 如果他坚决反对 就说明钱顺峰还是我的好儿子 行不行 行 听你的 你俩嘀咕啥呢在这儿啊 陈志峰 哎 爸 过来 你咋的了今天这莫名其妙呢 二敏不是跟你生气了 他是跟爸在生气 你咋的他了呀你 刚才我跟二敏聊了一会儿 爸最近出了点小状况 爸 你咋的了 没什么 哎呀 你没事 是关于 我跟你黄小哥阿姨 我们的感情出问题了 你不是 爸 那个你和华阿姨感情之间的问题 咱能不能今天不说 不行 我必须得今天说 你那个 我发现 你黄小娟阿姨 在我心目中 已经不是最好的女人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认为华阿姨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姨 什么最好的啊 他除了个高还有什么 人个高脾气就大 知道吗 你说我在他身上 一点找不到一个女人的温柔 是吧 怎么呢 就有一点好处 说 有好处就好 说出来 好处就是 每当他站在我对面 看我的时候 他总跟我低着头 这不挺好的吗 不好 怎么呢 我难受 我每次看他的时候 我脖子酸 脖子疼 我再一看他的时候 我脑子就冲血 有时候我真看他看他 我很累很累的 我也累 吓死我了 所以说 爸决定了 我想找一个跟我平视的人 这个正好有一个女的看着我了 瞧不瞧 他们家也是安山的 安山的 哎 儿子你说 我打算背着你黄阿姨 跟这女的出一段时间 你觉得怎么样 爸呀 这么严肃的问题 你问我不合适 那我问谁 你得问你后边那个 爸呀 你挺住 你挺住 花阿姨你啥时候来的 好 那个老钱呐 啊 你也太不像话了 老钱 哎 你还是忍吗你啊 昨天还给我发微信 说 每天给我三个一 这么快就忘了 啊 你就不记得了 我记得 我记得 每天给你唱一段歌 每天给你跳一段舞 每天送你一个微信的祝福 哎 你把这祝福送安山去吧 哎 大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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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那个 我说的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刚才 不是真的 哎 我真真的听你嘴里说出来的 那不是真的 我真不是真的 爸 啥也别说了 你过来吧 我花阿姨 你别生气啊 你咋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站好了 李正 少西 李正 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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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儿子 不能再少许了 再少许就开当了 我真没想到 怪不得 怪不得我一进门 啊 你真是生气 你干出这样的事我也生气 花阿姨 对不起啊 我未有这样的父亲 家门不幸啊 哎呀呀呀 什么家门不幸 你这是干的啥事啊 你怎么教训我来了 什么玩意儿找个安生的 教训你好 我跟你说 你就是托塔李天王第四个儿子 啊 第四个儿子 这话怎么讲 老大 金渣 老二 木渣 老三 哪渣 我呢 你是人渣 对 你说这 华阿姨我支持你 你支持什么玩意儿呢 你就是老五 豆腐渣 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咋成豆腐渣 你起来吧 那个 黄姨啊 你别 你别生气 那个 我爸对你绝对是真心的 刚才买一大堆鸡翅 回家让我妈给他做可乐鸡翅 给你吃呢 刚才我爸演的 那都是钱是不是干你损事 啊 咋个事 阿姨 不是 我太冤枉了 跟我有啥关系 上班打气吧 啊 你冤枉 来 自己看 来 看来 臭不要脸 怎么了 这是 亲爱的 你别生气了 嗨 哎呀 这封信从哪找的 就从那本书里 你赶紧老实交代 交代啥 这封信我写的 看见了吗 爸 承认了 行 钱润粉 你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你啊 赶紧告诉我这是谁 这是 这是 谁 这是 谁 这是我妈 你妈 爸呀 你 你好好看看 你好好看看 这封信的笔记 是我模仿你的字体 我写给我妈的 那时候我妈还活着呢 对对对 是 模仿我的笔记 但是我的字就这么磕着吗 这跟字没关系 那我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模仿我的笔记 给你妈写情书 哎呀 那年 我跟二美丽刚结婚 准备去度蜜月去 你好好想想 就那天你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把我妈妻子回安山娘家去了都 对对对 我这一想 我哪有心情还度蜜月啊 我就模仿你的笔记 给我妈写了这封情书 我亲自送到安山我妈的手里 我的目的就是让妈能够原谅你 回来给你好好过日子 那不对呀 那按你这么说 这信应该在你妈手里呀 是 我妈一看这封信 就识破了我的阴谋诡计来 这气也消了 我说妈 你赶紧回家吧 这封信我就撕了它 妈说不撕 你等这个老东西回头再犯魂的时候 让它看看 她心里给忘了 我说的嘛 从来以后 她就再也不跟我干仗了 出处事都让着我 爸呀 这不因为你有这么个优秀儿子吗 媳妇啊 你明白了吧 我小时候啊 就是从这种家庭环境上长大的 我爸我妈就老吵架 哎呀 我那小时候 吓得我心情胆战的 所以说我长大以后 特别是咱俩结婚以后 我就希望 所有的家庭都和和睦睦的 所有的小夫妻永远都没有吵闹 爸呀 现在不是提倡绿色地球吗 我觉得更应该有绿色家庭 陈伟范儿 你这说的可好听呢 那你还天天总跟我吵架 街坊邻居们能给我作证 每次咱俩吵架都是你骂我 每次咱俩打架都是你挠我 那我那不是对你打是亲骂啥吗 二明啊 还生气吗 爸 我不生气了 但是有个人还生气呢 谁呀 儿子 把那板凳逼我 哎 哎 爸呀 干啥呀 你问我爱你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原谅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 哎 爸 爸 人呢 人呢 人呢走了 他没有回来 还是可乐机身人呢 哎呀 我爸太高了 来 媳妇来 天天的一个嘟嘟 上班了 嘿 嘿 嘿 快乐是个宝贝妹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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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是个宝贝 谁奔向谁就还陪 嘿 嘿 大你也 嘿 阿你也 嘿 阿你也 嘿 小你也 嘿 小你也 同时 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家快乐的Family Family também 你 好 好